各位好,来看这一题关于平面运动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计算 那平面运动跟直线运动差别在于它会有转弯 那转弯的时候方向会改变 那方向改变的话呢 在计算变化量的时候就需要使用向量的减法 那所谓的向量就是有方向大小的量 有方向也有大小 例如说速度有方向性 速度也有大小 那加速度也是有方向和大小 位移也是有方向和大小 那这些在平面运动的时候 就会使用向量的减法来计算它的变化量 这一题是在半径50公尺的圆形赛道上过弯行驶 所以这个半径是50公尺 然后在时刻为0的时候速度是每秒40向东 然后后来经过20秒绕行了四分之一圈 速度变成每秒40向南 那请问在这20秒的时据之内呢 求它的位移速度变化量 还有平均加速度 那就像下面这张图 下面这张图就是一开始 T时刻为0的时候速度是向右的 40 经过20秒之后 速度变成向南 刚刚这是向东 那经过20秒之后向南 那位移 位移的话是从起点指向终点 所以位移的话就是这一段 那这一段的长度呢 就是50跟号2 这一段长度就是50跟号2 那位移是有方向的 从起点指向终点 所以第一题的格子的答案就是50跟号2 方向是东偏南 那这个第二题的话是问速度的变化量 速度的变化量就是要用 末数减掉初速 末数减掉初速 那这时候就会需要用到向量的减法 这个向量是可以平移的 平移 这两个字 平移 向量是可以平移 因为向量只表示出它的大小和方向 那要画在哪个位置 其实没有特别的规定 好那第二个我们也把它平移 那我们把它投为 起点相连 起点相连 起点相连之后呢 要用后来的减去原来的 那怎么做呢 可以这样子 把减法看成加法 减法看成加法 减法看成加法 后来的减去原来的就可以看成是后来的加上负的原来的 应该说末数减初速 就会等于末数加负的初速 然后负的初速就会是 这样子 这样子 把它倒180度就变成负的 负的 然后换个颜色 负的初速就是涨这样 好然后 根据向量的运算规则呢 如果是负 如果是V2加上负V1 那就相当于从这个地方作为起点 然后走负V1之后 再接着走负V2 再接着走V2 起点是负V1的这个起点 然后走到负V1的终点 再接着从V2的起点走向V2的终点 那这样最后就是 从这里走到这里的意思 这一段就是它的最终的结果 所以 我们要的答案就是 这一段 那这段的话因为题目有说 它的速度大小是40 所以这个橘色这段就是40 所以第二小题的答案是40 更号2 那它的方向是西南 西偏南45度 好那最后呢 平均加速度 的定义 就是用速度变化 去除以时间 那速度变化其实在第二格 第二体有得到 速度变化是第二体就得到了 那所以 最后一个就是 平均加速度的向量 就是速度变化的向量 去除上经过的时间 所以就是40 跟号2 那经过时间就是 20秒 20秒 所以最后结果是 2 跟号2 那方向跟 速度变化的方向是一致的 加速度的方向 跟速度变化 方向是一致 平均加速度的方向 跟速度变化 是一致的 所以结果就是 2 跟号2 方向也是 C呢 谢谢同学